冠军 你又看到冠军了 冠军 是不是 宁静老师觉得好喜欢 对不对 乐道已经都出了鞭炮事了 卡卡 卡卡 蹦 尴尬 太好笑了 真太好笑了 你怎么那么好笑啊 因为长得此言差语 真好好笑 我没有别的词 会形容 反正就是太好笑了 你得多说 你得多说 这是 当时是他们三个 都主动选你了 就所有人都是选的我 我就感觉明明 这么荣耀的一个时刻 突然变得有点驱逐 那志胜 你的这个头发 是自然卷吗 它不是卷的问题 它是拖的问题 它是那种头发 就是从这边 要会将来 它不久的将来 可能就从这边 要拉到这边 你以往说你是特意的 你就特意为了 这个喜剧笑 没有没有 我为了避免说是特意的 我第一期都没有提这个事 我们也不吓 都能看你 你不提我们不看嘛 你也还行 哎呀 感觉怎么样 开心嘛 反正是 感觉是把自己的状态 也提到最高了 冠军 冠军 海藤 20票 我们也来看一下观战间的朋友们 这个喜 这个喜 先问何广志 我不想看见他 志胜特别厉害 好像徐人启事 那个 应援 应援 感觉怎么样 特别喜欢智盛 我觉得智盛特别特别厉害 然后智盛今年能来比赛 我也特别开心 真的呀 因为他来了之后 就没有人嘲笑我丑了 关键那广志现在老嘲笑我丑 他还是有这个资格的 智盛的声音 就跟他的脸是融为一体 但是何广志好像闭上眼睛 智盛这个人就是和谐 他的外貌发型 这种喜剧的节奏 口音他讲的事都特别和谐 可是何广志你想一想 你们闭上眼睛 认真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一个帅哥的声音 我 广志你有一个帅哥的声音 确实是 我其实除了脸 我除了脸哪里都挺帅的 除了脸都 我愿意给他一下 我愿意给大家看